這球打在三油一樣 這次他也沒有接得很乾淨 所以也沒有辦法抓到了 林承菲的這個接球的那個方式呢 跟剛剛李宗賢好像就是複製貼上 多了一個側滑 想要在球點剛好掉落到手套這個位置 一路滑接 但最終是沒有進到手套裡面 好 這一次呢還是給的安打內野安打 那這已經是富邦這場比賽第一次出現該局守名打者就上一壘 打擊區上是王以成 這個短打點得很好 點得很好 好 投手再甩來得及 感覺上稍微腳步有一點點不夠穩 前套腳踩出去的時候感覺有點被炒絆住 但是不穩定的情況還可以投準不簡單 就是潛水艇的不一樣 從地心出擊還可以修正 最後要傳球那個重心偏離了 對 你看這個時候他的腳有一點點不太穩 好 這樣正式地攻上得分位 過去的19場比賽呢 總共只得到46分 平均每一場比賽呢只能得到2.4分 所以 撿內 所以 一講破就要得分了 那現在衝過三壘 回來得分的是范國城 二壘 換上的是高秀儀攻戰 這場在主場的賽事 富邦漢將是先得分 掌握一個比較靠近身體的位置 強力的拉回式攻擊 這一球沒有守備機會 真的 一點機會都沒有 梁家榮 就是看著跑者一直跑就對了 稍微要注意打者了 會不會繞過二壘來攻三 那最後是停在二壘上 高秀儀的二壘安打帶著一分打點 打擊的是戴培豐 這一球有機會了 落地的安打 因為是兩出局後的安打 所以戴培豐的安打帶打點 過方在第四局的攻勢 空下了第二分 鎖定帝哥進了位置 這球跟得很好 是在外角的邊線上 這球很像是帶進來之後 在確實的擊中 對 這球出手打得很好 是一個安打 又是一個確實的擊球 吳宗賢也打出了 再回到一軍之後的安打 這一局 不光打出了四支安打了 現在 許明傑Toro教練先走向前線 這一次的揮棒就非常果決 先有好的判斷 確定是好球 積極地出棒 打成一個平飛安打 這安打對個人 對團隊都有很大的幫助 還是一個得點圈的進攻機會 一二壘之間 穿過去的安打 這個穿過去的安打 帶陪峰衝奔雷 回來沒有 是 利用撐傳球 擊出安打的王正堂 也近戰得分位置 連續的安打出現 那要挑戰嗎 有指示喔 會挑戰 對 好 要挑戰 我剛剛是在 不是不是的一個 攻防上面 好 現在樂天的執行他的權力 對於本壘的攻防進行挑戰 好 現在樂天的執行他的權力 那要轉 剛的迴船也沒有浪費時間 所以奏TEC的時間 非常的接近 手 原來 戴陪峰也很擅長擁有 這個入水 這個滑的姿勢 你看他鋪的角度 他比較側身的方式進來 我覺得是不會改看 對 我覺得不會 張敏勳的手套呢 他要去Tag的地方 剛好是戴培豐的那個腋下 所以他必須拉的比較多一點點 要拉比較多的距離 可能這個時間戴培豐的手指頭 就有機會先碰到粉雷 這是一個很有技巧性的滑雷 撲雷 撲雷的動作 撲雷的動作 富邦在這一季的挑戰成功率不高 但是 現在提出挑戰的是樂天 樂天挑戰失敗 王政堂是安打帶著打點 攻下了這場比賽富邦的第三分 而且現在是兩名跑者在得分位置上